好,我们今天来讲N1考前辅导听解部分的最后一课,也就是听解部分的最后一道大题,也是我们最最难的一道大题,叫综合理解题。 这道题呢,题目并不多,但是文章非常的长,一共呢,只有四道题,其实呢,是分成三篇文章,也就是说我们听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呢,只回答一个文题。 我们三篇文章呢,是这样分配的啊,它呢,主要的考点是这些,就是听了很长的原文之后,给一些很多情报,也就是给你很多信息,让你进行比较,最后选择一个它真正要的那个信息。 所以呢,这篇文章对我们来说是最难的一篇文章。 我们第三题当中呢,跟这个有点像,跟概要理解这两道题,稍微考试形式,看上去有点像。 概要理解呢,也是没有任何提示,没有任何问题印在那里,就直接来念文章。 那么综合理解也是这样的啊,它呢,是文章长,信息量很大,而且呢,三道题形式是各不相同。 最后呢,问题呢,只在最后读一遍,卷子上呢,也没有答案,就是你只是盲听,听完了之后再做一个选择。 这个呢,对我们来说要求非常高,一定要做到的是什么呢? 记笔记,一定要记笔记。 因为呢,一般呢,是针对某件事情进行讨论,选项的话,一般都是它讨论事情的名字,而且一定要记笔记。 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四个选项,四个选项它都会说的,你最后一听,都说过,忘记哪个是哪个了。 但是它会把四个选项的每一个特点都会说一遍,所以呢,你一定要记笔记,记得非常清晰的笔记。 比如说A,你也不知道A是什么啊,就用A来代替,第一个说到的,记一个颜色,或者记一个大小,然后后面特点是什么。 第二个说到的,什么颜色,什么特点。 第三个说到的,什么颜色,什么特点。 所以,一定要把这些特点表达出来,一定要把特点表达出来,所以呢,一定要把特点和选项能够对应起来,而且大部分在文章最后才能做出选择。 大部分情况下是在文章最后才能做出选择。 你都没有听到选项是什么,就没办法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所以,是这样的,就是听到什么,比如说,它说白色的,高い,你就白色的,你就记两个字,高い。 黑色的,小,七色,你就记个七色。 就这样子来记就可以了,不用把整句话来记,就记关键点。 那么到最后,它再用一些排出法,或者说,哎呀,那我还是选择那个好的吧,选择那个贵的吧,那你就知道,买白色的。 你说,那我这个地方比较小,那我就选择一个和我这个地方比较合适的,小一点的吧,那你就知道选择黑色的。 一定要知道,它最后,它会给你一个理由进行选择,那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理由对应的是哪一个选项,不要什么都听懂了,但是不知道哪个是对应的,这就会比较麻烦。 所以要求大家一定要记笔记,听这道题目的时候一定要记笔记。 好,那这道题目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呢? 我们是这样的,一共有四道题,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也就是第一大题,是两个人的对话,两个人的对话。 比如说,演芸店で店の人と女の人が話しています。 电话で男の学生と引っ越し会社の人が話しています。 ペットショップで女の人と店員が話しています。 就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 那么总共有一个人呢,可能是店里的人,因为一般会选择买某个东西,一般会这样,选择买某个东西。 那选择买某个东西的话呢,它就会有各个特色。 比如说白色的、绿色的、红色的、辣的、小的、什么什么样的,就把每个特色和它的特点你给它记着对应下来。 然后它最后会给你一个理由,我还是选这个吧。 那么你就知道它要选哪一个。 所以呢,这个提问的话,一般都是针对、どれ、进行。 第一题,就是第五大题的第一小题,也就是第一篇文章就证明一个问题。 听很长的文章,只有一个问题啊。 就这篇文章的问题呢,一般是针对、どの、或者是どれ、だれ、这样的进行选择。 比如说什么呢,女の人はどの花を買いました? 買いますか? 前面一个话呢,女の人が気に入った子犬はどれですか? 他喜欢的小方是哪一个呢? 说呢,この学生はどの方法で選びますか? 学哪个方法呢? どの方法を選びますか? 学哪个方法呢? 那么,总归是针对哪一个来进行选择的。 那就按照跟大家说的原则,记笔记、记清楚、联系。 然后再回过头来进行选择,就会好很多。 比如说,我们来试一个啊。 听这要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记笔记。 我们先来听一遍,然后再教大家如何去记。 36番。 ペットショップで女の人が店員と話しています。 あの、小型犬のメスを探しているんですけど。 どんな犬をお考えですか? 初めて飼うので、着付けがしやすい方が。 ご家族は留守価借ですか? いえ、小さい子がいますので、私はだいたい家にいます。 えーと、最近売れている小型犬は、この茶色の犬ですね。 これはメスですが、おとなしく留守番できます。 ただ、ちょっとわがままなので、しつけは簡単とは言えませんね。 それから、この白いのは中型犬なんですが、 メスで賢いので、何でもすぐ覚えますよ。 ただ、寂しがり屋なので、一人にしない方がいいですね。 あ、そうですか。 それから、この黒いのは小型犬のメスです。 基本のしつけはしてあります。 ただ、噛む癖があるので、小さいお子さんがいると無理ですかね。 グレーのはオスなんですが、しつけはしやすいです。 お子さんに飛びつくこともありませんよ。 やっぱり人気があるだけあって、この子犬、かわいいよね。 え、しつけはちょっとがんばってみようかな。 女の人が気に入った子犬はどれですか。 1. 茶色の犬。 2. 白い犬。 3. 黒い犬。 4. 黒い犬。 好、我们来听。 是呢、在ベッドショップ、在这个宠物商店。 这个女的呢、去选小狗。 她选了哪一只小狗呢? 就是她喜欢的小狗是哪一个。 我们介绍了四个小狗 有茶色的 白色的 黑色的和 灰色的 那么每个小狗有各自的特点 所以你记的时候就分颜色 写到哪个颜色记哪个 写到颜色记哪个 它最开始会有一个统一的要求 地缘问你有什么样的要求啊 它就说了我想要一个 雌性的 母的也就是雌性的 然后呢 就是很好教的这样的小狗 所以我们根据它的要求 你来选择每个狗的特点 发现不符合特点的呢 你就给它记下来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原文 到底在说什么呢 小型犬的猫 我们看 它的要求是小型的 メス 小型犬 然后要雌性犬 然后呢 どんな犬をお考えですか 你想要个什么样的子呢 初めて飼育ので しつけしやすい 想要一个 しつけしやすい 要一个这个 很好教的 好做规矩的 你们家经常没人吗 他们家还有一个 小孩子 基本上都在家 要求已经说完了 小型的 メス しつけしやすい 以及我们家有小孩子 这是一个特殊条件 那么你就来听 我接下来呢 用绿色笔标记的地方 其实就是应该你 做完这篇听力的时候 草稿纸上 应该留下的字迹 最近売れている 小型犬は この茶色の犬です 茶色の犬 怎么样的呢 小型的 符合条件 符合条件的 你可以不写 メスです 是个メス 大人しく 留守番できます 老师 可以做留守番 你可以直接写缺点 ただ ちょっとわがままなので 所以呢 记一个词 わがまま しつけは 簡単とはいえない 符合要求的 我们就可以忽略不记了 你把要求都记下来 你不用写那么多字 因为来不及 那你就把 不符合要求的点 记住 最近卖的很好的 是这个茶色 但是呢 它的缺点就是 わがまま 不好教 继续往后面听 然后 この白いのは 白い 然后是 中型犬 中型犬 我们要的是 小型犬 所以这是 不好教的地方 把它画下来 メスで 賢いので 何でも すぐ覚えますよ 很好教 以下就能记住 ただ 寂しがり屋なので 一人にしない方が いい 但是呢 比较容易 记も 不要像一个人 这个没关系 因为家里 一直有人 所以不用记 そうですか それから この黒いのは 小型犬 の メスです 这都是符合要求的 基本のしつけは しています 这个已经教了 些基本的规矩 ただ 噛む 癖が あるので 但是呢 它有一个 噛む的 壞毛病 小さいお子さん いると 無理ですかね 好 所以这个 又否決了一个 然后 グレーのは オスなんですが 好 グレー 灰色的是 オス しつけは しやすいです お子さんに 飛びつくことも ありませんよ 好 它每个的特点 我们把每一个 和它要求 不符合的地方 都写下来 你发现 每一个都有 那肯定 它有一个 要妥协的地方 听它如何妥协的 やっぱり 人気があるだけあって この子犬 かわいいよね 还是 果然有人气 它真可爱 有人气的是 哪一个来着 回头想 よく売れている 第一个就是 有人气 然后看它 妥协在什么地方呢 しつけは ちょっとがんばってみようかな 这个 教规矩 我就稍微 努力一下吧 好 那这就是 它妥协的地方 哪个狗 不好教规矩呢 我们回头 再去看 我们的笔记 就是 茶色の犬 有问题吧 好 我们是这样的 这种题目的时候 先把 一个人的要求 全部记下来 记完了 要求之后 它给你四个 一定会说到四个选项 这四个选项 符合要求的 不用写 不符合要求的 点把它记下来 把不符合要求的 点记下来 看最后 看最后在什么地方 进行了一个妥协 所以 照题选哪一个呢 就选择 茶色の犬 茶色的犬 就是这个棕色的犬 好 那么 这是第一道题 这么长一篇文章 只问一个题 只问一个题 那么 一般都是 关于选择 买哪个 喜欢哪一个 最后决定 用哪一个了 它呢总归 日本人的习惯 就会这样的 一定会四个选项 全都说一遍 各有特点 然后最后 会妥协 やっぱり 还是这个吧 总归会这样说 所以呢 一定要选择 这个地方 就是它说的 やっぱり 这是一个 非常关键的点 它一旦说这个话了 就代表它妥协了 什么地方妥协 就是你刚才 笔记当中 记到的地方 所以你把它 对应起来就可以 所以这要题呢 感觉好像不简单 但实际上还可以 只要你把它 对应起来就行 难的点 就没听懂的地方 不太会影响 你的选项 比如说 美斯欧斯 你搞不清楚 谁是谁 这没关系 搞不清 哪个是公的 哪个是母的 你就写美斯欧斯 就行了呀 你就写美斯欧斯 就可以了 它每个都提了 你就写一下 和它不一样的 就记一下就可以了 好 我们来再看 第二题是如何 去做的呢 第一题呢 我们说是两个人的 对话 那么第五大题的 第二题是三个人的对话 一般是三个人的对话 形式出现 比如说什么呢 会社で男子の 上司と二人の 社員が話しています 上司和两个人 在讲话 或者呢 車の店で 店員と夫婦が 話しています 和夫婦在说话 还有呢 三个人说话 三个人说话 难点在什么地方 各有各的意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意见 你就知道第二题 是三个人说话的时候 你就先ABC 三个人标好 然后把个人的 各自的意见 分别罗列出来 他一般是以 什么样的提问呢 Posterについて これからまず どう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か 关于这个海报 接下来我们先做什么 夫婦はどんな車を 買いますか 买哪个车 所作用研究を どのように 修正することにしましたか 基本上是什么 和要点理解是一致的 也就是ポイント理解 也就是针对文章的细节 进行提问 第二题其实是最难的一部分 针对文章细节进行提问 因为文章很长 又有三个人的对话 所以呢 这道题是最最难的那一部分 那么我们已经知道 第二题要考三个人对话 你预先做笔记的时候 就分成A B C三个人 你管他这三个人是谁 你知道分别代表是谁就行了 A B C三个人 把三个人的意见 分别罗列出来 最后来根据这三个人的意见 进行一个选择 因为这道题 我们事先也不知道 问题是什么 也不知道问题是什么 那基本上都是问的 接下来要做什么 进行如何的修正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选择 那么你一定要把答案 这个笔记做清楚 好 我们来试一道题目 35番 会社で男の上司と 二人の社員が話しています 会社の宣伝用ポスターを 新しくする件だけど はい そろそろどこに作ってもらうか 決めたいんだけど 検討進んでる はい 今のところ前回お願いしたとこと 先日サンプルをもらった 新しいとこの二者に 見積もりを取っていて これが見積もりです どれ うーん これだと新しいところの方が だいぶ高いね そうなんです 私は前回のところが 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 思ってるんですけど お互いやり方も分かってますし でも前回のは デザインがあまり面白くなかったし 僕としては新しい方にお願いして 斬新なイメージを出したいんですけど うん 確かにこの間もらったサンプル 結構よかったな はい 予算のことは まだ話し合いの余地があると思いますし 確かに デザイン面では こっちの方がいいんですけど でも値下げに応じてくれるかどうか 分かった じゃあとりあえずそこにかけてみてくれる それで下げてもらえるようなら 依頼する方向で 分かりました 連絡とってみます ポスターについて これからまずどう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か 1.前回の会社からサンプルをもらう 2.前回の会社から見積もりをもらう 3.新規の会社と価格を交渉する 4.新規の会社に制作を依頼する 好 招き呢 我们说是難点期 的确比较难啊 他说呢 关于ポスター 是 接下来首先要做什么 我们有上司和男女两个人 那么你做笔记的时候呢 就写上司 然后写男女 也就是说 最后你做出来的笔记 应该呈现于这样的状态 女子 男 女 然后后面分别去罗列他们 后面分别去罗列 每个人自己的意见就可以了 好 我们回应一下 首先呢 他说什么呢 上司说 关于会社先天用のパスタ 新しくする件だけど 这个是前提 はい そろそろどこに作ってもらうかを 決めたいと思います 決めたいだけど 均等進んでいる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 在哪里做 因为我也不知道问题是什么 听到什么就记什么吧 所以关键点就是どこ 这件事已经讨论了吗 はい 今のところ 前回お願いしたどこ と 先日サンプルをもらった 新しいとこの 二件二者の見積もりを 取っています これが見積もりです 说现在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以前的 一个是新的 这个比较简单 能记住 然后これが 三つもりです 南上拿出来一个 三つもり 没听到三つもり没关系 你只要知道是三つもり就行了 三つもり是什么呢 报价单 どれ これだと新しいところが 台風高いね 所以这个新的好贵呀 所以 你可以在这里 上司这里写新的 贵 然后继续往下面听 そうなんです そうなんです 然後我會出現一個斬新的イメージ 男生這裡比較倾向於 新的 那麼看上司的想法呢 確かにこの間もらったサンプル結構良かったな 我覺得的確男生同意 上司同意男生的想法 繼續 予算的事はまだ話し合いの余地があると思います 我覺得還可以再談 確かにデザインはこっちの方がいいんですけど でも値下げに応じてくれるかな コレクターどうか 分かった上司說 とりあえず 這個提示詞又出來了 とりあえず我們說呢 這個一樣的 任何一道題當中 何よりも 都是重點提示詞 一般都是考點所在 とりあえずそこにかけて見てくれる それで下げてもらえるような 依頼する方向で 分かりました 連絡取ってみます とりあえず 這種是提示重點的地方 好 繼續 那麼它的問題是 まず何する 先去講個价唄 所以 照題就選擇 第三個 我們可能會說 你看著原文是這樣想 那麼聽的時候也是一樣的 最後留下的字記 就是這個 就是這些 上司比如說とりあえず かがく 所以你就寫個たがく 然後畫個重點 它說とりあえず 先做這件事 所以呢 你最後留下的筆記 就應該是這樣子 好 這是第二大題 也是相對來說 我們所有的聽力當中 最難的一道題目 那麼還有 第五大題的第三小題 它變成了 一個人先講 然後兩個人 再針對他講過的問題 來進行對話 第三題呢 和前面又不太一樣了 首先呢 是一個人講話 然後呢 兩個人針對前面這段話 來進行一個交談 然後 這個交談呢 是這樣的 有兩道題 第三小題是由兩道題組成 這些兩道題呢 都是有選項的 都是有選項的 但是不知道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在最後來讀的 那麼 這個問題 一般怎麼問呢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這兩個人進行對話 問兩個人的分別選擇是什麼 一般都是圍繞 各自的選擇來進行 比如說 女の人はどの本が一番面白いと思いましたか 男の人はどの本を最初に読むことにしましたか まずどこ行きますか 女の人が行きたいところはどこですか 就是針對雙方的選擇來進行 所以呢 他給你列出來的選項啊 就是這樣的 給大家看一下 選項是一模一樣 哎呦 這四個選項一模一樣嘛 問題一和問題二的選項是一模一樣 所以呢 你就在選項後面標上男女就行了 最後你就知道男女的選擇就行了 其實他的問題 一就是問女的選擇 二就是問男的選擇 總共一樣 每一個問男的一個問女的 你聽清楚問題 知道男女是選什麼的 這個還比較簡單 非常簡單的一道題目 這道題目有什麼特點要注意的是啊 選項就是文章討論的內容 文章討論什麼 文章的選項就是 我們看這四個選項 這就是文章將要討論的東西 你把每一個人的選擇都記清楚 因為他的問題就是問每一個人的選擇 然後清晰的列出句特點 還有一個要注意的是啊 不到最後都有被推翻的可能 所以一定要聽到最後 這是日本人做選擇的一種方法 一種特點 就是不到最後啊 都有可能被推翻 都有可能變化 他會給一個理由 根據一個特點來進行推翻 所以呢 不聽到最後 一定都不要放鬆 一定要堅持聽到最後 好我們來試一道題目 我們看這有四個詞 林郝 蘋果 秋の日 分かれ道 金魚 完全不答編 注意這有符號 代書名號了 這是四本書的名字 那肯定是一個問男的一個問女的 好 我們來試試這題目 37番 蘋果 ラジオを聴きながら 女の人と男の人が話しています 今日は秋の夜長におすすめの4冊をご紹介します まずは昨年の文学賞を受賞したリンゴ 40代女性編集者と30代フリーターの男性 そして20代の女子学生が3人で一軒家を借りて暮らすというストーリーです 世代の違う3人の交流を丁寧に描いています 続いて秋の日 一人暮らしの老人が訪問ボランティアで来る若者に自分の人生を語るうちに互いの孤独から解放されていく話です 3冊目は分かれ道 日本の金融業界をめぐるサスペンスですが同時に主人公の成長も描かれています 最後は金魚 蕎麦屋の主人の目を通して江戸の文化が開花した時代の人々の様子を生き生きと描いた作品です これ私はもう全部読んじゃった 老人の話が一番面白かったな 僕もどれか読んでみようかな 銀行の話なんかがいいんじゃない うーんうちに帰ってまで仕事のことなんか考えたくないよ そうか サスペンスだから好きだと思うんだけど えーと あとは時代小説はあまり読まないでしょ 結構面白いけど そうだね どっちかっていうと現代物の方がいいかな うーん 老人の話がいいかな ねぇ 3人の共同生活の話って恋愛ものなの? いや そうなりそうになるんだけど ならないんだよね そこが面白いかなと そうか じゃあそっちを先に読もうかな 質問1 女の人はどの本が一番面白いと思いましたか? 質問2 男の人はどの本を最初に読むことにしましたか? 好 比如說 そうな 今天我們要介紹4本書 首先是去年受講的リンゴ リンゴ已經給你寫了 那就請在リンゴ旁面表上に聽到的東西 他説的是什麼呢? 40代女性編集者と30代フリータの男性 そして3代の20代の女子学生が3人で一軒家を借りて暮らすこと というストーリーです 好 其實這些你細節的不用記 他不會考你特別細節的東西 你就記住什麼呢? 3人 クラス 3個人一起生活的事情 講的是 世代の違う3人のコリを丁寧に描いています 細節的描写了3個人的不同 時代3個人的生活狀態交流 好 第二本呢是秋の日 所以在リンゴ方面 你就表這麼兩個詞 然後在秋の日方面呢 一人暮らしの老人が訪問ボランティアで来る若者に 自分の人生を語るうちに お互いの孤独から解放されていく話です 所以第三本講的是什麼 老人和ボランティア 若者的這個 之間的一些交流 那麼你就記住老人和ボランティア就行了 第三本呢 是分かれ道 好 繼續 分かれ道講的是什麼呢? 日本の金融業界をめぐる サスペンスですが同時に主人公の成長も描かれています 好 那麼後面的サスペンス可能沒見過 沒關係 不影響你 你就記住這個 引遊業界就行了 知道他寫的是什麼方向的東西就可以了 サスペンス呢 是這種比較 低蕩起伏的 驚險的這種 嗯 說 寫法 叫サスペンス 好 最後 金魚 寫的是什麼呢? ソバヤの主人の目を通して 江戸の文化 你知道 主要描述的是江戸 好 就把每一個故事的背景寫出來 那麼你就是在每一個選項後面寫這麼一兩個詞就可以 然後我們再來聽選擇 說 私は全部読んじゃった 老人の話が一番おもしろかった 老人の話 你在聽的時候 老人の話是哪一個來著 我們這裡寫過秋の日 所以呢 你就要在秋の日這裡 畫一個五角形 是女 你自己知道 代表女就行了 然後繼續往後面看 往後面聽 說呢 我都讀了 我覺得老人の話一番おもしろい 然後呢 僕は 僕もどれんか寄ってみようかな 我也想讀哪一個 然後女就開始給他推薦了 銀行の話なんかいいんじゃないか 那銀行呢怎麼樣 推薦的是哪一個呢? 就是這個金融界 就是銀行嗎? 他怎麼說的 うーん 家に帰ってまで仕事のことなんか 考えたくないよ 推翻了 所以這個肯定不是 你也不用寫了 二呢 そっか サスペンスだから好きだと思うんだけど えっと 後は時代小説はあまり読まないでしょうね 結構面白いけど 這人共同生活講到戀愛故事嘛 いや そうなりそうになるんだけど ならないんだよ そこが面白いかな 這比較好有意思啊 好像要戀愛了 但實際上並沒戀愛 そっか そっちを先に そっち 對 那就指た這個三人の共同生活ですね 那我們回到我們之前的選項當中 就知道我們的關鍵詞 代三人的就是第一個りんご 所以呢 男呢就選擇了りんご 那麼你用不同的符號來標示 那麼他出問題的時候 你就知道啊 男選的是哪個 女選的是哪個 因為呢 這種題我們視線已經告訴大家 這種題就是選一個 每個人的不同選項是什麼 所以呢 這就是整起的第五大題 四道題 三個小題 三道四 第五大題呢 分成了三部分 然後呢 一共是四個小題 最後一個小題呢 其實並不難 他就考了每個人的不同選擇 總歸有兩個人 一定是先介紹一個東西 然後這兩個人 針對這個介紹 來進行不同的選擇 那麼你就知道 要選不同的選擇 你就做一個標示 就可以了啊 這個視線相當於 已經把問題告訴給大家了 就帶著這個問題去聽 就可以了 那麼我們現在呢 來總結一下 我們關於清理部分 到底如何去做 まとめですね 首先 做練習的時候 最忌諱的是什麼呢 我今天就聽第一題 明天再聽第二題 這樣的話呢 你到考試的時候 是無法堅持到最後的 因為我們要聽六十分鐘 聽到後面 是特別特別的累 所以 在平時做練習的時候 做準備的時候 就要整套的去做 一定要從頭聽到尾 要鍛鍊你的耐力 二呢 平時你要的時候呢 寫的時候呢 就是邊寫邊聽邊記 筆在隨時在動 尤其一些內容的話呢 你自己習慣性哪些符號 也可以代替可以快速的記筆記 三呢 要注意一些轉 重要詞彙 比如說表轉折的 提示 後面一般是重點 已經說過了 然後呢 表說話人主張的句子 我們也提到過一些 你就記住就可以了 還有什麼呢 表說話人觀點的 思う啊 這些詞彙 或者一些提示詞 やっぱり じゃあそしたら 或者說 也常見了一個 とりわけ とりあえず 這種在平時做練習的時候 你就要把它牢記在心裡 這些詞後面提示的 往往就是答案 所以呢 聽到這些詞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它再小心 這麼幾個關鍵的地方 轉折 轉折有很多種說法 我只是羅列了一些而已啊 還有 說話人的主張建議 いいんじゃないですか わたしならわたしとしては 還有 說話人的想法と考える 考えると思う 往往呢 就伴隨著關鍵內容了 還有這些提示詞 一定要注意 這些提示詞 往往都是答案所在 最後一個 清理的最基礎的地方 就是詞彙量 如果一個聽力當中 你50%的單詞都沒聽懂 那麼你再有技巧 也是沒有用的 所以呢 品質詞彙的積累更重要 並不是讓大家呢 死盡背背單詞 我們最重要的 我們最欠缺的是 聽到這個單詞 把它反映出來 是什麼意思 很多人呢 並不是說我詞彙量不夠 我會的單詞不夠 而是我聽到了這個單詞 明明是我知道的單詞 但聽到的時候 反映不過來 是這個詞彙量的 反映率的問題 所以呢 這裡應該再加上一個詞 叫詞彙量反映率 所以我背了一萬個單詞 但是呢 讓我看到了我認識 但是突然間聽到 我反映不過來 這就是耳朵的靈敏度了 就能不能抓住這個詞 可能呢 你還沒有5000單詞的那個同學 考得好 就是因為這個問題 這個怎麼練呢 平時多聽多練 而且聽力這個東西 一定要保持每天都聽 耳朵是有一個熱度 是有個敏感度的 每天都聽 保持一定的時間 尤其在考前的這幾個月 聽力是可以快速提高的一種 聽力這部分是可以快速提高的 每天都聽 聽得多了 自然而然就會了 一定要注意 每天都聽 每天都穩定的 至少聽一套題 也就是60分鐘 所以我題目聽完了 我可以聽什麼呢 新聞也好 這個news也好 或者是哪怕看電視劇 也不要看字幕 就是去聽 使勁地去聽 實在聽不懂了 停下來查查字典 平時做題目的時候 是這樣的 做真題的時候 或者做模擬題的時候 聽不懂也不聽 先放在那兒 聽不懂也過 就是一定要完整地做一套題 然後再回過頭來去想 我剛才什麼地方沒聽懂 再回過頭來去仔細言聽 我什麼地方沒聽懂啊 什麼地方有疑問的地方 再去把它記下來 在真正聽的時候 一定不要停頓 不要被別人打斷你 不管怎麼樣 堅持把這套題先聽完再說 這是能夠鍛鍊耐力 以及鍛鍊耐心 因為聽到最後 反而疲倦了 往往聽力考試當中 最難的部分 反而在最後 我們會發現 難題第三題 第四題第五題 都是在後面考的 尤其是第四題和第五題 是我們之前不太有的一種題目 這個都在後面考 所以你一定要注意這一部分 到最後不要疲憊 一定要堅持把它聽下來 那麼在平時大家訓練的時候 就按照考試的形式去訓練 就會好很多 好 我們聽解部分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